- 郭維繡環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 南瓜馬分蛋糕 首先介紹一下那個 馬分蛋糕的材料 這是低筋麵粉 糖粉 肉桂粉 蛋 奶油 南瓜泥 南瓜丁 好 做法很簡單 首先呢,我们把所有的粉类 低筋面粉 糖粉 还有肉桂粉 那我们把它加在一起 放在一起,然后一起过筛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这个奶油我们已经先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到常温 已经有室温暖了 然后呢,我们用打蛋器来打 刚开始呢,因为有干粉的关系 所以很慢速,那个粉才会飞的满地都是 好,那我现在呢,奶油已经跟粉已经混在一起了 很均匀了 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蛋 还有南瓜泥一起加进来 记得先把奶油打散了以后再加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它拌均匀 好,各位朋友,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现在呢,搅拌机这样打过去,纹路很深 而且呢,体积也长大了一些了 而且呢,整个面糊也变得比较白了 表示呢,已经有包了不少的空气进去咯 好,那我把它切掉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蛋糕拿下去烤焙的时候 它才会膨胀的很好 好,那我们最后呢,把我们南瓜丁混进来 好,然后用手把它混一混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用那个挤花袋 来把这个面糊挤到那个杯子上来 把它挤到杯子上来 好,你也可以买那种硬直的杯子 那我今天用这个是比较软 那因为比较软呢,所以我下面要秤一个布丁膜 好,它才不会粘开来 好,那我们把它大概挤六分满 好,那我现在呢,把它挤到杯子里面已经挤好了 大概六分满就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送到烤箱里面去烤 那用200度烤,大概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 好,各位朋友,我们的南瓜马芬已经好了 很香喔,那现在因为还热腾腾的话 那我还是脱模 那我让你看我的南瓜有多好吃 真的很棒 然后呢,你看我们这样吃下来 那在里面 哇,好烫,又还好烫 你看还在冒烟 南瓜在里面 各位朋友,你看 真的很香 然后呢,我们用南瓜泥来做 然后用南瓜丁 这样吃得到它的香味 也吃得到它的颗粒 真的很棒 希望你会喜欢